中国男足与韩国比赛失利 怎样评价 如何面对亚洲现有格局 中国香港队征战事与赛 主力队员安永佳 畅谈收获与心得 大连足球发展迎来关键时期 立足现实 迎接挑战 中国足球直面困难 您好 兄弟朋友 《足球之夜》正在为您直播 就在咱们直播的之前 足鞋杯这个赛季终于是 替完了这些标志在俱乐部的层面 其实中国足球这个赛季已经过去 而大家更多的目光 当然是放了明年 从即将开始的亚洲杯 包括还要继续去打的 世界杯的预选赛 这些都是吸引大家目光的原因之所在 那么回归到了咱们试育赛的话题当中 首场比赛我们是赢了 而第二场比赛 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主场比赛 当时是输给了韩国队 所以今天我们要与您互动的话题 就是您怎么去看这场比赛 中国队输给韩国队的这场试育赛 在您眼中 您觉得是个什么样的评价 对于过程也好 对于结果也好 当然更包括对于未来我们试育赛 36项赛的赛程也好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直播的同时 在央视频足球之夜栏目下方的评论区当中 写下您自己的看法 我们会在节目的尾声阶段 去寻取一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观众的留言 其实我们如果看到看台上的球迷 会发现第一场比赛 在我们战胜了泰国队之后 关于中国队的支持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也许您还记得当时我们在出发去客场的时候 送行的球迷其实只有寥寥几人 而当球队深夜回到了国内的时候 去迎接他们凯旋的球迷又有很多 而在中韩之战那场比赛的现场 看台上的球迷也是为场上的这支中国队 送出了很多的掌声和鼓励 可能有一张图片 您一下会觉得比较深刻 当然我们还并不知道这张图片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至少能够反映出大家的一种关心 那就是在比赛开始之前 还有一位小球迷 就在体育场的看台的座椅上面 以板凳为桌子来去写自己的作业 等待比赛的开始 而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 也有大家会表示 对于这样一支 有几乎一半球员来自于欧洲的联赛 甚至包括下大巴黎 拜仁慕尼黑 还有像热四这三个铁打主力的这支韩国队 中国队其实在那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是可选可点的 可是比赛的细节 真的就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吗 有哪些细节还要真的去打磨呢 这是接下来要去交给杨科维奇的问题 而且其实对于杨科维奇来说 除了这场比赛之外 还有亚洲杯马上就要到来了 所以此时时刻更要去听一下 杨科维奇在中韩之战之后 在亚洲杯到来之前 他的声音 这是34岁的张林鹏 代表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 第100场比赛 在过往的中国足球历史中 只有李伟峰 朱波 范志毅 高林 和郑智五人完成过这样的使命 牵着自己两个孩子入场的张林鹏 希望这个时刻更加富有仪式感 他也曾经在采访过程中告诉我们 自己九岁大的大儿子 已经开启了系统的足球训练 而且和自己踢的是同一个位置 今天后面这个就是我们的战场 少女就跟他们当 为了咱们世界非常非常 为了咱们自己的家人 为了还有多少的球鞋 咱们踢了 这场最后一分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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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目前世界排名第24位的韩国队 本场比赛张林鹏十次解围 五次抢断 均为全场最多 当比赛中场上吹响的那一刻 他的疲惫可以被我们深刻地感知 两场预选赛打满180分钟的老将 却依然承受着来自舆论的不友善 历史上中国队曾经两次战胜过韩国队 分别是2010年的东亚四强赛 和201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 这两场比赛都在首发阵容里的球员 只有两人 那就是冯潇婷和张林鹏 星期四的晚上 在中韩再次对抗的预选赛中 前国家队队长冯潇婷 第一次以球迷的身份 来到了国家队比赛的现场 作为此前不管是在国家队 还是在俱乐部 都一直和张林鹏搭档的队友 2019年后 淡出国家队的冯潇婷说 他一直和现在的队友们有联系 前一阵还采访了吴磊 对于国家队球员承受的心理压力 他最有发言权 所以这一次我也听他们说 就是主教练一直在跟球员们 就是说一定要去感受 就是说不要怕失误 不要怕承担责任 所有东西就是他来扛 就是说希望球员们能 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施展 施放自己 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拿球 或者是你过人没过去 或者传说失误 就是聪明们骂的态度 他之后可能一些自己 他就会心理会产生一些 这样的心理方面的因素 在里面会有的 所以给球员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但是这些就这一次 就听他们说 反正是蛮好的变化 这种心理上的压力 是如何好转的呢 首先就是主教练的担当 关于怎么样感让队员承担责任 不怕失误 同时他失误之后 我们要给予相应的鼓励 就拿上一次跟乌兹别克斯坦 这样热身再举个例子 本来1比0领先的比赛 是我要求队员在场上 敢去接应 敢去承担责任 敢要求敢做动作 但是我们两名队员 因为敢于承担责任 敢去做动作丢了球 导致我们从领先变为落后 对中输掉比赛 最容易的方式就是 把他们踢除这个团队 因为他们有一个直接的失误 但我们不能这样做 你也看到了这一次集训 我依然是坚持 是带着他们来进行备战的 作为我的角度来说 我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 来惩罚队员 那我传递的信息就有问题 队员在场上肯定更不敢承担责任 因为他们会觉得 因为我的失误 会导致我不能再被征召到国家队 我想的是这个角度 我们要继续鼓励他们 继续敢做动作 从正面的角度 让他们为球队做出贡献 这是杨科维奇在球场上 带给球队的一个变化 那么日常生活中呢 让我们来看一段 国家队官方账号发布的视频 11月19日是吴磊32岁的生日 和以往一样 全队一起吃蛋糕是保留项目 在餐厅内的一位厨师 曾经很感慨地说 以前在广州时就作为厨师 为国家队服务工作过 那时大家早餐并不是都吃 现在全队一起来到餐厅 主教练永远第一个到 没有强制吃饭时不能玩手机 但是球员们都是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感觉有点不同 这种旁观者的细微观察 或许可以告诉我们 球队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就是中国队目前最真实的状态 在36强的第二场比赛中 韩国队的实力 则远高于我们首场战胜的 泰国队 对于韩国媒体和球迷来说 七年前的预选赛 韩国队被中国队战胜的那场比赛 令他们难以接受 这一次客队看台上 除了在中国上学和工作的 韩国球迷以外 还有不少当天来看比赛 第二天就赶回韩国的球迷 我们在几年前 韩国队对这场实力确实是非常强劲 因为提前也了解了一下 这个确实实实力太强了 我们国足希望这场比赛能顶住 能顶住争取能够逼平 或者说能给我们一个惊喜 能够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开球前双方球迷对于结果的预判 也是绝大多数人对于中韩足球 目前实力的一种心理预估 这一天能够容纳4万人的 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 一票难求 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队五天前2比1 战胜了泰国队的原因 带着孩子来看我们国家队的比赛 是很多家长们坚定的选择 在4万名现场观众中 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前国调荣浩呼喊着场地内的杨浩 杨浩作为一档足球节目的嘉宾 可以站在距离比赛球远 更近的地方 2010年的中亚四强赛上 中国队曾3比0战胜过韩国队 当时在首发阵容里的杨浩和荣浩 在13年后和冯霄婷一样 选择来到现场 那一年的东亚足球锦标赛上 中国队最终获得了冠军 除了当时队伍里年龄最小的张临鹏以外 荣浩 邓卓祥 于海 都是23岁的年龄 那场在东京未知速球场上演的 3比0战胜韩国队的比赛 是中韩足球对抗中 中国队鲜有的光彩留痕 说到如今的国角 报名参加前两场试育赛的 24人当中 除了几名经验丰富的老将以外 如今的国家队当中 23 24岁的球员共计5人 他们也是杨克维奇带领亚运队时 就开始熟悉的队员 此前一些相对国家队大赛机会较少 又颇有特点的 95 97两个年龄段的球员 也开始担当重任 除了之前已经征战过试育赛的 朱晨杰和戴伟俊以外 后方线上的蒋胜龙 胡绍聪和徐浩峰 都已经开启了自己的国家队正赛记录 首先是我第一次 也是我第二场的试育赛比赛 然后能跟韩国这种 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很强的对手 我非常享受这个比赛 然后也非常感受到了 强队给我们放人的压力 然后也非常的开心 但是今天输球了也非常遗憾 然后希望后面四场比赛 能拿更多的分然后出现 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积极的吧 觉得没有说觉得对手 就是真的像说什么身价高 排名高 我们就去位居对手什么东西 我们在场上其实比赛 首先能跟这种高水平比赛 首先对我们本身就是一个 很少的机会 能跟这种顶尖的去较量一下 真刀真枪的 所以说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机会 所以说还是比较 最主要的我觉得教练也会总结吧 因为我记得19年亚洲杯的时候 跟韩国队也提的 也就是0.2的时候 我们五个球都是定位球 两个点球三个定位球 所以说这真的说 我们需要回去好好总结了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 我们今天在这个阵地战的时候 没有让对手太多获得太多的机会 然后大家替的也真的非常的贫用 觉得这是欣慰的地方值得 通过这两场试一赛比赛 我们看到了球队不少积极的进步 中国队自身正在完善着 自己的球队建设 但是对手则一直在快速前行 7岁是很长的时间 我们的队里有很多改变 当然年轻人们也有很大的功能 像你今天看到我们 我们把我们的年轻人们展示了 我们很高兴得到这三点 2017年的中韩之战上 孙兴敏因为停赛无法上场 当时韩国队的首发11人 如今已经都不在 韩国队的阵容当中了 只有那场比赛替补出场的 黄喜灿 如今依旧是韩国队的主力球员 那时的韩国队中 只有孙兴敏 黄喜灿 巨资哲 池东元 和齐成庸在欧洲踢球 如今韩国队的这个数字 已经增加到了10个 在这场比赛结束后 据韩国媒体报道 孙兴敏 黄喜灿 李刚仁 等几名效力于五大联赛豪门的球员 自己包机从深圳连夜赶回首尔 随后转机飞往欧洲 各自效力的俱乐部所在城市 这个赛后就换好便装奔赴机场 背着双肩包看上去 还像个学生的李刚仁 也确实只有22岁 比孙兴敏要小上9岁的李刚仁 如今效力于巴黎胜日慢队 2019年的波兰世青赛上 韩国队闯入决赛 最终不敌乌克兰队 获得历史最好成绩 亚军 当时18岁的李刚仁打进两球 助攻四次 拿到了那届世青赛的金球奖 今年夏天 韩国博卿队再次杀入世青赛四枪 我们可以想见 未来的韩国队只会更难缠 反观中国队 我们上一次争战世青赛 已经是18年前的荷兰世青赛 也就是冯潇婷所在的 1985年年龄段球员 最为闪光的那一次 小组赛三连胜 此后中国队尚没有晋级到 世青赛正赛 一支国家队在洲际赛事 乃至世界杯上的成功 往往可以在国际独联的 世青赛 世少赛上 就已经可以预知 对于所有今年年初 接手球队的主教练们来说 亚洲杯算得上是 世金石以及合同考核 夺冠是韩国队 明年初的第一个目标 也是韩国队主教练克林斯曼 在赛前发布会上 非常直接地表达 其实在他今年2月份 刚刚上任的时候 也面对着舆论的压力 来自韩国SBS电视台的记者 何成龙 已经跟随报道韩国队14年 他给我们介绍说 克林斯曼的前任保罗本托 曾经率领韩国队 在世界杯上晋级16强 当时国家队打法式 组织进攻时 后场防守球员开始倒角 是一种循序渐进的 向前推进的体系 克林斯曼监督 克林斯曼在这场比赛的 赛后发布会上说 我们的前场球员非常具有天赋 这不仅仅是对于中国队来说 对于所有对手来说都是一样 孙兴敏在这场比赛中打尽两球 其中这个角球是他在英超联赛中 并不多见的头球 而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韩国队的定位球战术 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总觉得有很高兴的赛选择 我们认为有很高兴的赛选择 我们认为不同的赛选择 今天是有很高兴的赛选择 我们认为他能阻挡我的男人 我们认为他能阻挡我的赛选择 然后我非常愉快 我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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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年前 42岁的克林斯曼 带领德国队征战本土世界杯 半决赛进行到加世赛 第118分钟 意大利队获得脚球 皮尔洛和格勒索完美配合 打进一球 那场很多人心目中 世界杯的巅峰对决 无疑是克林斯曼心中的最大遗憾 如今59岁的克林斯曼说 自己一直保有职业生涯的眼 那么接下来带领韩国队 就是要亚洲杯夺冠 和进入到美加末世界杯 一批有天赋的球员 再加上一个 有着丰富经验的教练 韩国队的整体实力还在上升 比赛结束后 韩国队全体队员 来到他们的球迷区前 留下了大合影 因为接受赛后官方采访 耽误了和队友们 向球迷致意的孙星敏 单独前来和球迷互动 看到这个场景的 每一个中国球迷都五味杂陈 我觉得他们都很努力了 说实话比赛结束的时候 我看到孙星敏卸场的 他们那些球员跟韩国的卸场 我有点动容 我有点羡慕 真的 为了国族付出一切都值得 真的 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 中国的国家队 不管再差 我们也得支持 但是我希望中国足球这一代人 忽实一点 踏实一点 包括新上来的顺凯主席 多为中国足球做实事 关于中韩两支足球队的差距 究竟在哪一个时间点突然拉开 很难去精准地判断 通过星期二0比3的世界杯预选赛 通过我们现场的观察和记录 或许可以让大家多一些角度 去进行比较和思考 赛后当转播镜头 对焦本场最佳球员孙星敏的时候 无意间捕捉到刘洋 第一时间的真实状态 令我们动容 抬起头来 这是我们面对失利 未来要去竭尽全力的一种态度 正是因为看到这种态度 球迷们赛后依旧把掌声和鼓励 献给了所有国家队的队员 这里怀有对老将的致敬 同样也有对年轻人的鼓励 更有对于球队展现出来的变化 而感到的欣慰和期许 为我们自己的球队而努力 这是这一天在这个现场内 所有人内心最为真实的旋律 而接下来的旋律呢 是要去看一下亚洲杯了 咱们来关心一下亚洲杯上 同组对手最近的表现 截至2026美加莫世界杯 亚洲区36强赛第二轮比赛结束 9个小组的种子队 除阿曼因第二轮暴隆输球 位列小组第二 其余种子队全部位列小组第一 其中除伊朗在第二轮占平 乌兹别克斯坦 日本 韩国 卡塔尔 澳大利亚 伊拉克 阿联酋和沙特 七支球队全部取得两连胜 中国队与泰国队同击三分 因竞胜球少于泰国队 暂时区区小组第三 中国队在亚洲杯小组赛上的 三个对手 在刚刚结束的前两轮试预赛 都有不俗表现 第一个对手 塔吉克斯坦队 在前两轮试预赛上 取得一胜一平的战绩 首轮比赛1比1主场战平约旦 约旦队世界排名第82位 比塔吉克斯坦高27位 但主队表现神勇 在场面上与约旦队平分秋色 第二轮比赛 塔吉克斯坦各场挑战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队世界排名第109位 巴基斯坦队排名第193位 最终比分6比1也是排名差距的体现 卡莫洛夫没看二度 塔吉克斯坦队送给主队一场惨败 中国队亚洲杯小组赛 第二个对手黎巴嫩队 在前两轮试预赛上取得两连评 先是主场在控球率 处于劣势的条件下 0比0战平巴勒斯坦队 第二档比赛客场 1比1战平邦加拉国队 马基德奥斯曼的进球 未能为球队带来胜利 目前金2分位列小组第二 中国队的第三个对手卡塔尔队 即东道主和卫免冠军光环于一身 在两场试育赛上表现抢眼 主场8比1狂胜阿富汗队 值得一提的是 莫埃兹阿里上演大四席 此外主队的8例进球中 有3例为点球 第二档比赛客场挑战印度队 莫埃兹阿里再度进球 以武力进球战局射手榜防守位置 最终卡塔尔队在客场3比0 战胜印度队位列小组第一 在预选赛当中的中国香港队 是占平了土库曼斯坦 球队的主要的攻击点 就是目前效率于中甲联赛 苹果哈辣队的安永佳 而事实上安永佳在亚运会的时候 就已经让大家对他瞩目了 11月15号 中国香港队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从这里开始了 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的征程 11月的两个比赛日 中国香港队要先后客场 对伊朗主场对土库曼斯坦 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说 想要在阿沙迪体育场全身而退 很难 但回到主场 争取拿分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客场对伊朗大比分落败 但主场对阵土库曼斯坦 中国香港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下半场安永佳替补出场 第65分钟 正是安永佳在门前一次 急去冒险的争点 造成门将击球不远 为队友破门创造了机会 最终双方战成2比2 中国香港队拿到了 本届试育赛的第一分 我们的目标是想拿到第三名 在我们的组 所以第二场是非常重要 觉得我们应该赢了这场 但是有很多机会没有拿到 所以有点难受 但是没问题 我们还有信心 一个月前 安永佳在杭州亚运会上 一举成名 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位中国香港队的当家前锋 足球职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安永佳 安永佳今年26岁 他的父亲来自新西兰 母亲来自中国香港 安永佳的父亲是一名 利物浦球迷 受父亲的影响 安永佳从小就喜欢足球 2006年夏天 利物浦来到中国大比赛 杰拉德的球童正是安永佳 安永佳曾是香港 节制队的主力前锋 目前效力于中甲球队 广西苹果哈辽 2023年 安永佳在中甲联赛中 打进15力几球 排名中甲射手榜第二 这一年的安永佳是忙碌的 从9月下旬开始 他先后打了亚运会 联赛 试育赛等多项赛事 我们的镜头 记录下了试育赛资格赛后 安永佳匆忙回到俱乐部的样子 10月17号完比赛结束后 安永佳从不单手部屏幕出马 经漫游香港 南宁 最终到达苹果时 已是19号深夜 长时间的旅途 让安永佳显得很疲惫 由于长时间没有回来住 摆在房间里的鲜花 都已经枯萎了 但安永佳没有心思管这些 他需要抓紧时间补充能量 安永佳的夜宵很简单 一碗炒饭 两块牛排 足以补充旅途中消耗的体力 为何此刻的安永佳 看起来如此疲惫和匆忙 这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时间回到9月下旬 中国香港队出征亚运会 在23支参赛队伍中 中国香港排名币18 几乎没有人看好他们的前景 就连曾经效率过香港联赛的 广西苹果哈辽新任技术总监 前中国队主教理阿里汉 对现在的中国香港队 都知之甚少 我们在这个阶段里 所以我记得非常好 香港的美丽的城市 我当时有很多时候来到 但现在香港的球球 当然是世界上的 所以我没有追求它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香港的球球对香港的球球 然而 正是这一届亚运会 让安永佳一夜之间火变全网 八分之一决赛队阵 巴勒斯坦下半场刚开始 安永佳便打破僵局 进球后 安永佳做了一个 无耳朵的庆祝动作 在比赛前很多人 可能不相信我们可以赢这场球 在球球很多人 有不同的想法 很喜欢讲话 所以这个动作就是 要全部的人安静一点 四分之一决赛对着伊朗 在赛前有三名主力队员 擅自离队 这让中国香港队看到了希望 果然又是下半场刚开场 又是安永佳 他在进去内投球传中 潘佩轩门前散射 1.0 中国香港队取得领先 我看到球来 那个时候觉得 左后位 伊朗的左后位比较矮 我一定要赢这个投球 峰霍在中间 自己没有人在他旁边 我知道我一定要赢这个投球 很开心可以赢 然后给他一个 很好的机会进球 两场比赛 安永佳一舍一船 帮助中国香港队 创造亚运历史最好成绩 我们赢了这场比赛 全部的球迷都留在场上 有些球员哭了 全部的人很大声地唱歌 跟我们分享这个时刻 安永佳第一次被内地球迷所熟知 是在2022年的东亚杯 这场比赛给安永佳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比赛给我了一些感觉 我一定要去内地踢球 我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现在踢在上海 五号 他是一个很好的球员 防守得很好 所以给我一个很难的比赛 帮助了我很多 给我不同的想法 与中国队的比赛过后 安永佳便来到内地 一年多以来 凭借俊朗的外表和优异的表现 安永佳成为苹果的全民偶像 球迷们称他为中国香港塞罗 哈辽队的赌场比赛 只要安永佳出场 苹果体育场总能想起 珊瑚海啸般的风扑 来自中国香港的球员 在内地联赛如此受关注 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不过相比于这些 或许外界更感兴趣的是 作为中国香港队的当家前锋 安永佳的下一个目标 又是什么呢 我的目标都是 我很想期待中招 但是我都知道 我不可以想很多 我在每天联练要进步 在场上要表现好 要听球 然后如果全部这些东西我做得好 可能有机会去中超 除了自身的努力 家人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这一天安永佳前往南宁 看望从香港过来的爸妈 我都很自然 我虽然有本来的 我们喜欢球鞋 我以前是球鞋 我喜欢球鞋 我爱球鞋 我喜欢球鞋 这个球鞋 这个球鞋 是一个很大的希望 所以它们很支持球鞋 它们连续球鞋 近年來港澳台球員 紛紛湧入內地聯賽 2023賽季共有14名港澳台球員 在內地效力 其中香港和台灣各有7名 其實在之前很長一段時間 港澳台球員都算亞洲外援 直到2018年 中國足協出台新政 允許中超中甲美智球隊 以內援身份已經一名港澳台球員 這才為安永家們的到來 創造了空間 以安永家為代表的中國香港球員 為內地聯賽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為中國足球未來的發展 提供了新的思考 視線回到中超聯賽的賽場 剛剛過去的中超聯賽 大連人隊其實在最後一場比賽 其實最後時刻到來之前 都還有機會能夠留下 而現在的賽季過去了 球員們突然發現 可能更大的困難才剛剛到來 而當然他們希望能夠 把這樣的困難解決掉 讓足球城繼續地有球隊 能夠停留在領階聯賽的賽場 在大波海和黃海的中間 有個城市叫大連 有一種期待將從未離開 有一種遺憾 不再回來 中超的最後一年 大連人隊把主場比賽 選賽縮於彎球場進行 在這裡 足球超越了比賽的界線 成為了連接每個人心靈的橋樑 三萬五千九百零一人的陸續到來 讓大連人的保擊已充滿期待 整場比賽大連人隊 從另一步2.05線 但最終替逐登場的國人 在最後時刻大力決殺進行 2023賽季中超五 大連人卻到隊 保擊失敗 賽後球員來到北看台下 球迷們做出了這樣的表達 我們這個國家 給你告訴我們這個聯賽 這是我們無所謂 我們只希望 這個球隊 明年來得活著 我們要活著 我們要任何一個球隊 那時候還要活著 我們就要給這球隊的北看 好的 如果沒有這個世界 我希望給他進一個大連 進一個北看台 進一個還有上一個球隊的北看 我們是你的 合上會死的 雖然他的結果不如意 但是真的是感動了 就是我的第一反應是 我會回想起十年前 二年 二年 我跟著十德隊 繞場一周卸場當時的一個狀態 可能那個時候自己也是年輕 但是肯定會有不捨 因為太愛那支球隊了 現在重新當這次 又出現在自己眼前的時候 很不捨 不捨的不是自己的層面 而是看台上的這些球迷 他們是真的在哭 而且他們不怕球隊降級 你降級只要你在 我打回來都無所謂 但是你不能沒有 如果你沒了 大家精神上少了一種寄託 大連足球是 最頂尖的東西是沒有了 對每一個人來說 都是難以接受的 這個事實是真的無法接受 離別也許萬般不捨 但隊員們離開通道之時 便是對於2023賽季中超的 最後告別 賽後的第二天 大連的天氣 陰雨綿綿 彷彿每個球迷心中的陰雨 與仇傷一般球九能賽 秋雨入寒 位於體育星城那個大連人基地 也顯得有些冷清 失禮後的一夜未年 隊員和工作人員都在放假調整 俱樂部中安靜的氛圍 也讓人覺得有些壓抑 接下來 俱樂部還將面臨諸多考驗 降級之後 投資人萬達 是否會繼續支持俱樂部 球隊能否順利通過 即將到來的新賽季的轉入 這個冬季轉回窗 球隊的人員會發生哪些變化 未來能否存在 地補機會重回中超 這些答案都會將在這個冬天 減分小 和中超隊大連人一樣 在這座城市的另一端 也有一支球隊 同樣遇到了資金的困難 在位於東港區的辦公室內 已經完成充甲任務的 俱樂部工作人員 還在不停的忙碌中 這支叫做大連制型的球隊 成立兩年 從中冠中已連續晉級 最終充甲成功 而從今年8月份至今 因為資金問題 這間辦公室中的每一個人 都沒有收到 哪怕是一分錢的工資 兩年時間內 創造了一個新的 大連足球佳化的陳東 講述了他的艱辛 搭個車沒有了 球員自己開車去 你別說吃飯了 8月份的時候大連還熱著呢 我們的基地裡面空調給停了 沒有空調 我也在那住的 晚上熱了都睡不著 熱了 熱水也沒了 酒店本來把電停了 電停我們球隊出16樓 球員爬了一次樓梯 我說這哪行 去完練了爬樓梯16樓 我說不行 你要這樣的話不行 我就找到了酒店方面了 我說你最起碼你給我開一部電梯 反正這麼說吧 也是對足球有感情的 開了一部電梯 我說一部電梯只能做6個人 那個騰重量只能做6個人 就這麼樣堅持了3個月 就是堅持到最後衝甲了 在困境中前行 也許是大連足球的底色 2023年中央聯賽 大難之心地取得14勝 5平3負的嬌人戰績 獲得中央聯賽冠軍 並衝甲成功 成功 成功成績的背後 來自大連足球的底蕴 就是我從6歲 東北部就6歲 從6歲一直到現在 一直在做足球 所以我也想 就是通過我這麼多年 接觸的這些事情 幫足球 幫大連足球 把現在的這個難關剁去 我也知道我這個能量有多大 但是 眾人食材火焰高嘛 火焰棒嘛 要盡一點這個 微軌的力量 因為大連確實是 現在這個足球生病了 作為一線報道 大連足球15年的老媒體 商業盛 也被稱為這支 大連志行俱樂部的辦公室副主任 在俱樂部工作人員併倒之時 他火線救援 以義工的身份 幫助俱樂部渡過難關 因為他的這個架構是很合理 這是一個大連足球的優勢 他的教練組 整個的俱樂部層面 他都是當時 老曼達和老什德的 這些從業人員 然後他的一線隊裡面 有很多的老隊員 也是經理過阿爾濱 中超 中甲的比賽經驗的 這些球員 然後有很多的年輕球員 大連出年輕球員 其實的概率是很大的 那這三個層面的人員 組成了一個職業俱樂部 然後結合一線隊打他的比賽 這個是很良性的 而且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這個架構是作用會很明顯 整個的足球圈 都在幫助這個球隊使這個勁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大連足球 原始的一個狀態 很單純 沒有什麼外力影響 在大連一線隊中超完賽後的第三天 在強風和英語中 兩名大連人隊的擁堂 在基地門口迎接多德季軍歸來的 大連人U21體隊 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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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可能非常好 就是我們有很多球迷跟球員 他們一起觀看他們比賽 賽後有很多的互動 而且會有微信之後 可能會跟過一些軟件 可能互相的交流 那麼交流的話 這就有情感 這樣的話可能就是到成年隊之後 可能會有更好的一個帶注感 他這個距離感 就會減少一些 減少一些 對 而且這樣的話 有助於他們在賽場上的一些表現 可能我們更好的會表達一些球迷 他們知道我們應該為球迷去爭取榮譽 為他們自喜也去爭取榮譽 按照中青賽的規則 獲得前兩名的U21球隊 可以參加明年中一聯賽 雖然這支大連人的U21球隊錯失了 直接參加中一聯賽的資格 但作為大連足球未來的希望 再次返回基地的這些年輕球員 則有可能深入一線隊 直接獲得參加中獎的資格 我們在海口我已經把訓練調成上午了 就是為了下午全體球員能夠在一起去觀看這場比賽 也希望能夠給一線隊加油 但是結果出來了以後呢 能從球員的臉上看出有很多很多的這種失望 因為我們還有最後一場比賽呢 比賽之前呢 這個隊員呢也跟我去詢問了一些問題 可能更多的也是說我們在威爾馬征戰 結果我們的大本營被偷襲了 那麼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誡隊員 我們要去面對現實 這個只有我們自己做好了 所以說我們才能夠去證明啊 這種未來和希望 在今年的中競賽中 大連人U21球隊 以12勝4平6負的戰績贏得了季軍 郭輝本人也被評為最佳教練員 在今年年初 大連人的U19隊獲得全國錦標賽的冠軍 U17取得第三名 U15取得第二名 這一系列的成績都在闡述一個事實 大連足球的清訓 擁有著較為扎實的基礎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這個塔底啊 還是非常非常牢固的 我覺得正是因為有了 這種體系的這種存在 可能才讓我包括每一名大連人 對於能夠重返更高的舞台呢 才會有這種底氣和信心 在年長的大連球迷眼中 大連足球曾擁有 深刻靈魂的光輝歲月 那份激情曾見證了他們的青春 而在年輕的大連球迷眼中 曾經的輝煌無需再提 他們只希望能繼續陪伴大連足球 南征北戰 剛才那個只有兩個人的 這個階級的團隊 其實讓我非常的動容 這就是咱們的最佳第十二人 無論是對聚合部 還是對國家隊都是如此 那麼關於第一場比賽 我們的足球之夜的球迷是祝榮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中環之間的實力差距顯而易見 0比3的這個比分是合理的 國族不服輸的精神的值得肯定 後續比賽爭取小組第二是現實的 長遠要做的是向對手學習 然後研究他 最終戰勝他 而我們也會繼續去關注 國族在亞洲杯 包括在咱們世界杯預選賽當中的表現 那麼在今年其實中國 女族的比賽任務是非常繁重的 而最新的消息是 我們在此時此刻 需要向水智島去送上咱們的致意 我們一塊去回顧一下 水島帶隊的那些年 那些事 中國女族也有高光的這個時刻 那這個同時 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的這個計算數 包括我們的差距和不足 其實我們每天包括訓練 都在努力地去想去調整和改變 從現在看來可能改變得不夠好 也改變得不夠快 通過世界杯 包括亞運會 包括現在的這個奧運會預選賽 其實大家都看到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這種差距 在困難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調整自己 因為人還是要向前走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 包括隊員 包括我們很多的廣大球迷 更多的關懷中國女族 也希望他們在這個足球場上 能夠享受足球帶來的快樂 也希望她們將來越來越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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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小時 是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